第五場賽事 第五場賽事 第五場賽事是四班二千米 亦是明天的杯賽場合 這是洗杯而已 競進會杯 這一場競進會沒有派馬上陣 不過二千米都是混亂的場合 如果看回這一場 喜連心聲、馬神本分 有時放有時不放 都預計他在前面 因為同場不是很多快馬 就算步速不快 都有些馬有機會中斷面袖 奇妙年說之前試過中斷面袖 但這次摔住的一檔 沒有那麼容易走 看看究竟有沒有騎士中斷走 還有一隻九龍神區 之前中逸禮可以上名 這次用王之雲再輕一點 所以跑到這些長途賽事 步速就很難估 有時步速感應的事 真的要相信師傅的疆誠 一支箭 這次終於找到潘頓大師傅 近期賀賢說的連馬師 勢最厲害是他 上次都塞了一條直路 那支箭拔不出來 賀賢又連續兩期都做這個 練馬師王 都很好成績 跟潘頓都交收 看看一支箭 上一次跑馬地 都立刻增情 其實三碎馬第一波跑千四 當然已經有難度了 差不多是最後的位置 追過第五 而上一次要轉場 轉急彎 增情 都有很多挑戰性 當然說這次一樣都很多 1650上來跑二千 不過給大家看 他整部牆是困失了 最後那百五米是沒有騎過 一般馬力最後階段沒有騎 沒有沖情 應該很早收 但是最後如勢不是 他拍得住頭馬中華英雄 走到他對面 差不多千二米斷住 一樣隻馬都還是很肯走 回來我覺得都是騎士 都給他起碼開順的步 沒有立刻收聽他 這隻馬我覺得到位 還有紅燦木的指節 經常說越長越好 所以長力肯定是有根據的 香港的馬 是時事有餘 甚至至乎至勝者強 都是這個負系出來的 當然三歲馬要贏到二千 看看分頭 如果是潘頓這隻馬 臨場我想大概有八倍至九倍 是值得一搏的 最重要的 如果步速不是太快 對他來說 氣量根據沒有那麼輕力 三歲要跑二千米 還有一隻之前都跑過二千 誰知縮落去千六 爆冷營 不過逐步增程都對 年年有福又上回來跑二千 是啊 因為上了程之後 你看過上次又下了一些中距離 他早段落腳就很黏 但是要時間撻 看回他之前跑千八 其實他千八那場第三 我都覺得挺出色的 因為那場措施就是 早段步速很慢 所以巴基之友 掌控著步速 周遊列國都是早段 已經咬前了一些法力先 年年有福 現在還是剛剛拿著平衡 這裡還是出著右腳 不過他贏的時候都是這樣的 所以不可以說這隻馬不對 但是他還有進步的地方 他持續肯撲上來 他都算是那次名次比較多的一匹賽區 證明這隻四歲馬都不錯 看回血統 藤爵士一樣可以應付到長距離 這次要轉一轉配件 除了眼罩 用臉枯視乎的泥地集 可能因為濕重的場地 他不太喜歡在泥地 但草地應該截然不同 還有看回馬主支持 鄭舅主都很久了 對於爭賞案 就肯定是易不容辭支持他 再加上拍賣會馬 下個星期就來了 最好當然是贏 接著一箭雙雕 畢賭業同時兼且造勢 這個結局就未滿了 上次這些馬 根本是這麼快 在馬房而贏到的馬 一定是有些質素的 八檔賀明年 希望真的那個報速 是可以造就到他 不過你說上次可能 硬要縮下去 可能有什麼路程都跑 馬房心急 不過現在差一場應該都可以 還有些馬 其實跑開的時候 沙田二千位 他的表現又很穩定 講香港精神 其實他今季一樣 連場都有追 有撲上來 勢都挺強的 看回他上一次 其實跑去跑馬地 跑了一長二千二百米 飛到大岸 當那個彎很少 以為他真是贏 馬苗麗德已經是噴火龍 起了個頭籃 打算吃馬布 頭籃場 你遇著這隻金季 真的很威武 威武勇區 那稱王威武勇區 當然是扶搖直上的馬 但是都要稱回苗麗德 而貴內懂得贏的馬 不多 尊重的 因為貴內這匹馬 亦都懂得贏 而且二千位比較特階 他又可以兩招 中段法力 他未必說一定要 他可能在早些踩右都可以 六百米力的衝程都可以 唯獨這場的步速 大家不知道 二千位 奇妙連華走不走到呢 這個一檔 如果走到 可能他都會有些機會 奇妙連華走不走到呢 我覺得敏少少 因為一檔 還有一隻起快 雖然最近都是在跑馬地找食比較多 但是如果看回這隻馬 都是軍速一點的 看看報紋 會不會擺著 因為十檔 大步軍速 守住三四位 有機會拿得到回來 這隻都好恨交代 看看這場我們選什麼馬 今場Q或是Q 我選了年年有福 回答剛才阿濤提過 馬房低潮都這麼精神的香港精神 真是值得尊重的 博一駐在一支箭身上 三歲的增程是非常之高難度 如果可以 可能再三班再二班都可以 這些馬 但是上次的魚勢 真的挺吸精的 走到對面直腦 這隻馬不停 還有血統長力 根據他一定有 香港精神都要買 有一隻邊線馬 發在悲 就信何摘瑤 看回貴內何摘瑤 跑千百米以上的陶程 成績或中段變咒的馬 特別多 近期這隻馬 事故複雜 後上的姿態都挺悠目 接著看看第六場賽事 第六場賽事是三天尾關 三天尾關 安排了二班千二米 這一組 是馬少少 只有九匹馬 升班馬 九號巴薩洛雅 還有這一組 其實很多都不是正宗的田草 千二米馬 好像英雄豪傑 最近一千米直腦菜比較好 還有順勢而非 巴薩洛雅 都是近期泡泥地 又或者泡谷草的馬 所以除了這次做膽之外 配腳方面都比較難選 因為這樣說 剛才聽到Kitty你的考問 你都說了很多對手的缺點出來 你說不到的缺點就是今次 你都沒有說不到他的缺點 所以就變了 我想是全日隨時是最熱的那隻 但是你看回九十六番 他可以報 剛才千四米那場精英杯 但是潘頓都叫你不要 當然是多一場頭馬 撐很遠 你看他上次真是變化地 你打算怕他不行嗎 結果他一樣很輕鬆 又是 是的 還要你看那些賠率好像 很大信心 信心十足 十幾元馬王級的賠率 下了雨 因為那天都很爛的 遠地掛牌 但是一樣 都是蓋住了 旁邊左右的對手 潘頓好像試襲一樣 你看他 輕鬆得緊要 其實前面緊張大師 不是說放得很快 所以捱到第三回來 如果看回上次升班 還要轉場 少少黏軟地 再加上最近都試了貨集 都兩貨 還有你說隔的時間 他都足 因為他上一次是五月七號跑 二塞漢點馬 近期的公社 應該密密地再上陣 可能都是真的瞄著 好了 不如今天一次過 大軍壓境 全部出來了 所以兩貨集都是輕鬆的 兩貨集都是判斷去試 中間各樣東西跳 九貨快跳 又拍又跟那些 完全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大大的問題 就算這個磅 之前他頂磅也試過 135磅 所以當打當劇 都沒有得飛 還有我覺得 我自己這樣覺得 我覺得他是避那場沙田銀瓶 因為原本我覺得他的目標 應該是沙田銀瓶 你看到金鑽貴人 當然是摘茶林避跡 寧願士多貨集 但是贏頭馬 當然要捨難取義 這些就應該是探狼取物 然後再看其他對手 在沒有那麼多缺點裡面 找一些優點的選擇 美麗奔馳 就是貴宗階段 他曾經卡過來 但是他一再展現到 他有一隻很準誠的馬 這次他在貴尾交段 他有一些體力 上次都跟包裝必勝 維港智能那些都跑過 是的 順便也看一隻幸運有你 幸運有你 因為中間又跑到千四 又跑到泥地千二 其實就未必是一個很正宗的路程 千四那一場又失去了 你看看幸運有你 在裡面 外面美麗奔馳 其實這些馬 我想都未見過底牌 不半球馬 85分當然 你說跑馬底 有沒有上級五分的賽事 我們還未看 但是如果這場 其實他抖走了一個洩位 回到第三 前面那些什麼馬 維港智能包裝必勝 那些已經是準 一班、二班馬來 全部都有證明根據的馬 唯獨你說計過功夫上面 踢過那些功夫 四月尾去到五月初 亦都停過 第一課集 就是起步那一刻 已經是中一中 所以又不可以作准那一課 好了 六月十三號是第二課集 很少見蔡明少 都要這樣試 不要讓那隻馬走 好了 鬆一點點 再給下去 拍著吉龍 裡面那隻複雜都看了 看看美麗賓詩 相信這個分落 還有的那些微利 看看可不可以在這裏爭 那些配腳 這次真是一枝獨秀 是 剛剛很早 包裝必勝都在 包裝必勝的如勢 稍嚴弱一點 不過如果看回剛剛維港智能 去跑第二 雖然被人拋掉了 但是時間絕對不失禮 這次用艾道拿 我相信換到一些配率 看看這隻配腳 會不會走得好 但是都沒得談 我相信大家的膽都是那隻 看看我們選些什麼馬 沒錯 這次真是今場錯事 真是銳氣芳欣 所以熱毒贏都要選他 三重採找他做單膽 拖回包裝必勝 因為近幾次 麻麻地加上艾道拿 輸到你們怕怕地換分頭 還有美麗賓詩 還有一隻幸運有利 這次轉過來填草用眼罩 上次來第一出雜 躲在後面 毫無誠意的跑法 當他沒有跑過 這次有些變數 可能回來有些不一樣的表現 對,幸運有利 因為上次來的 排在外檔 還有現在 叫做在草地方面 又縮情加配備 我覺得希斯貴美階段 有些馬都還挺好火氣的 加上路程他的專家 所以配腳方面 就要幸運有利 那些膽 我想都是金池 都要穩住他 看看美麗賓詩 臨場的狀態 對不對版 試襲有多出色 二重採 單式馬膽走頭 二號金池做膽 拖5號、8號一隊 稍後回來看看其餘場次 我們到這裡 我們到這一集 我們到晚點 コメント 我們到晚點 我們到晚點 吧 我們到晚點